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明镜电视的 明镜火拍的 明镜边境部节目 我跟大家访问到是 大家每一个星期都期待的 吴昌博士 吴昌博士 您好 和平 您好 各位观众好 对 抱歉 今天因为我们实际上非常的紧张 就是赶马车一样的推出了几分钟时间 非常的抱歉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变得比较紧凑一点 那我直接的请教吴昌博士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恒大的事情 您说恒大现在叫恒大雷 最终有什么办法可以爬出他 我看这几天所有的媒体 包括我们明镜都在 都在轰炸一样的在报道恒大的事情 但我个人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厉害 这两天我也在跟一些业界的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现在把恒大可能当作一个中国的雷曼 是不是大家在担心的雷曼危机 雷曼然后金融危机的重演 这是大家现在对恒大问题最担心的 而且中国确实不止恒大 我看业内已经很多人把大陆内地破产的房地产工资 已经列了一个表 然后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最近今天好像也是重 昨天开始就是重挫 因为北京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对香港的资本家地产商在喊话 就是当然是换了一种喊话方式 其实基本精神还是房住不炒 基本上还是这个事情 那么要求香港的地产商们 不要再按过去的模式了 再搞了 要房价降下来 要让房子让人可以住得起 那么我们知道 这基本上意味着香港模式的一个结束 香港的政治打压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人 香港这个政治打压当中 资本家在被 我们知道香港资本家 就是在其中大部分资本家 是其中地产商资本家 在其中是观望的态度 是亲内地亲北京的态度 那现在他们现在开始面临着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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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书当年上台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董书政策当时是流产了 但是 现在是北京来执行 这么一个压房价政策 要 要扩大房屋的供给 土地的供给 那么 那么 那么现在下一波造反 我们可以想象香港是中产阶级 要担心房子价值的 这个 距跌 贬值 这是将来问题 我们不谈 那么谈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么 我相信说 大多数人 很多人 其实对房地产的情形 对房地产金融情形 都比我熟悉 其实我谈这个问题 其实不合适 当时和和平要我谈 这个我都觉得 这个对我谈 这个其实 不合适 但是最近我们知道 教育市场 教育行业 我们在谈了很多 我们在谈了 比如说和平 我们第一次 在最近这个节目改版以后 谈的是德国模式 你还记得吗 对 那么 对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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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其实 大胆的多谈一点的话 恒大模式 其实可以解决 第一 它恒大 它毕竟不是雷曼 很雷曼是专门的 这种房屋金融公司 那么它的破产 确实涉及到很多房地产公司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 恒大它只是自己的 这个土地的一个金融的 一个自己房屋的一个金融业务 那么它只限于恒大 当然类似的事情 在其他地产公司也存在 但是还好 这是一个分割的状态 并没有一个国内 并没有一个房屋金融公司 或者说恒大 再损失也只是恒大的一个范围 我觉得它对其他行业 对整个行业 它是有一个 当然是有影响 但是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的 一种分割割据的状况 其实本身就能够防止这些 防止这个多么多股牌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知道中国内地 都是这种人质为战 于临为贺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其实这种很糟糕的 为人诟病的 中国的这种保留分件色彩的 这种割据色彩的这种方式 这割据从省到市到县到乡 到所有的小社区 到最后地产公司 所以我们实际上中国这种模式 现在实际上能够起到一定的 这个缓解的作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是有救的 有救的意思是说 恒大虽然是总体上 我估计中央不会去救他 救他没有意义 因为类似的地产公司 北京就是要 早就知道要打压 就是要造成这样的企业破产 他倒了就倒了 我觉得不可能救他 救他就是意味着 中央自己在 在把自己以前的政策 在否定自己以前政策 在自己在吃这些东西 那不可能 我觉得就是不可能 但是应该会有很多 针对这个所谓房租不炒 从房租不炒的角度来拯救 拯救业主的 拯救现在已经付了钱的 首付的这些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拯救起来 这是我今天想谈的 那么各国的住房的方案 也许在未来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以恒大倒闭为例子 那么剩下的这些房屋金融 以及剩下的这些漆房 那么也许会导入一些德国式的 就像把德国式的一些教育做法 导入到教育行业当中 我们当时已经否定了说 中国在 德国模式可学习的 但实际上 北京实际上是想引入一些具体的 一些德国的房屋的模式 比如说住房储蓄模式 那么比如说对现在的很多 还没拿到房子还没建的 但是已经付了首付的这些房屋 这些业主来讲 北京我相信可能会采取一些这种 成立一些专门的住房金融公司 来接管恒大的 已经建了 已经收了钱的 但是要建的这些地皮和项目 然后实际上就变成一种 在一个住房金融公司底下来负责的 也许会变成一种储蓄住房 或者是类似的 甚至改成合作住房 都有可能 那么 这实际上就是德国的 甚至北京也许会部分的 来收一些已经建好的 但是还没有完工的一些房子 然后把它们作为 比如说连租房 社会房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进行改造 进行一些置换 然后变成一种社会房 德国式的社会房 这种社会房 当然一般人想到社会房 会想到比如说法国的一些社会房 是这种 甚至美国 我们知道在纽约 也有一些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社会房的建设 现在都是成为所谓贫民窟 何总您一定都知道 比如说在几个区存在一些当年的六七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房的项目 但是到后来就变成一个贫民窟性质 我们知道那种房子都是这种走廊 然后走廊 然后边上是这种小套房 其实上是这么一种结构 它不是一种传统的单元式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底下是门洞的 然后上面是几套住房 然后一层一层往上走的这么一种住房结构 那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恒大的住房结构 当然也是一种商业性的 大家中国人民所习惯的熟悉的这种住房结构 但是改为社会房 其实是未尝不可 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北京似乎现在正在导入 是在有准备用德国式的住房的 公共住房的一些办法在等待后面 这是他来接盘的一个政策上的技术上的后手 而不是在恒大公司上面来接盘 来拯救恒大 我相信恒大的导调是各方面都不愿意去救的 尽管不愿意看到 其实谁也没有能力 谁也不愿意去救他 这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牺牲品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很多矛盾的焦点都转向 许家印本人他在其中所扮演着一个很不 可能是很不光彩的角色 就是他到底在这种金融破产当中 到底他自己获利多少 对所以未来的问题 其实在这意义上讲 如果说许家印他不能给自己洗白 不能证明他自己作为企业家 他是没有责任的 或者说他如果不能证明他没有责任 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政治的企业家 比如说哪怕像任志强这样子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那么其实他这公司是救不起来的 当然任志强谁也救不了他 我们知道是下场路次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许家印扮演的另外一个极端 是的一般认为啊 这个许家印出局是必定的 就是说他出局以后 是不是进另外一个局子 我们不知道 但是恒大呢 最终他必然是一种资产的 责物的沉阻的过程 就是看怎么沉阻而已 那么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一些资产 毕竟还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不错的 好了 我们现在请教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一个讽刺性的新闻 原来在奥巴马时候建立了一个TPP的设想 那么为了防止中国这种还达不到一定的标准的国家 进入这个市场的联盟 但是现在由于川普的退出 然后现在美国好像又没有立即乘返的这种启动性 所以后来亚洲这些国家就是启动了一个CPTPP 结果没有想到是出了一个讽刺性的新闻 中国申请假日 美国现在还有日不定 那您注意到这个消息了吧 我注意到注意到 这个消息其实是今天 从昨天以来最重大的消息 您的评价怎么样 我的评价是这是北京的一个战术性的反应 不是战略性反应 它是一个战术性反应 实际上就是我们待会要谈的 另外一个问题的一个反应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OKUS 这个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AUKUS 还是怎么说 就是我们实际上指的是澳英美 这个三国的一个防务协议 那么实际上是防务协议之后 第二天北京要要求加入TPPP 加入这么一个太平洋两岸的 太平洋这个经济自由贸易区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两点可以谈 第一 不这是不是两点 其实很多点可以谈 第一 我们在去年在美国大选期间 其实我反复在谈 这个全球化的修正 那么以及新冷战的一个持续演变 新冷战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中国一定是在全球化方面 是围绕着自由贸易区进行争夺 中国不会放弃这一点 政治上它可能越来越趋向闭关锁国 但是在经济上在全球化方面 在自由贸易区的争夺方面 北京实际上一直是很激奇的 不会放弃的 这是我想强调的 就是说换句话说 新冷战并不是美苏期间的那个冷战 互相隔绝 一个华约 然后以及一个金户会 然后跟一个北约 然后金河组 金河组织OECD 这两个经济体和军事体的对立 然后相互的往来 实际上是很小的 很有限的 在八统的控制之下 那么新冷战实际上是 政治上互相的对骂 对抗 甚至会擦枪走火 但是在经济上实际上是全球化 疯狂的拼命的互相争夺 而且围绕着自由贸易区 在拼命争夺 比如说王毅刚刚又访问东南亚 以及韩国 那么加入这个实际上是中国 我早就判断 中国一定会谋求加入这个 那怎么做时间点是选择在 这个澳英美的防务协议之后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那么这个协议的标准 其实是很高的 中国加入 其实是无法 其实是无法接受的 也无法达成的 而且其他国家也无法接受的 就换句话 中国要加入的话 其实要所有其他国家 一一致同意 那么在目前的气氛 气候之下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这种中国要求加入 更多的是象征性 是一个姿态性 那么如果即使加入 那么 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对人认为是不可能 那第四点 那这种明知不可 为而为之 这是北京政治的 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 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实际上技术派官僚 事务派官僚 是想重演 周中基当年推动 中国加入世贸 然后不断地来推动这些事情 然后 能做一把是一把 把这政治搞得越乱越好 反正往上推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中国的领袖 其实应该不理解这一点 那么他是支持这一点 支持政治和经济 即使经济和政治分开 并且经济竞争 那么 他并不考虑这些 这个TPCPP 意味着什么 那么 这是北京的一个相当 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政治决策生态的一个反应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然后 技术派官僚 经济官僚 实际上在拱这个事情 他们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是他们在拱 所以 到此为止 好的 谢谢 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讨论的 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 美国联合英国 一起来帮助澳大利亚来强化它的军力 尤其是黑蜻蜓 这个事情引起的反应 好像开始还不是在北京 开始是在欧洲闹起来了 觉得 这个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在背后捅了一刀 尤其是法国 您注意到了吧 我注意到了 这个是大事情 这不是小事情 对 什么个意思 那么 对对对 我们当然说 我们看到是法国在抗议 这个原来是一个900亿澳元 600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单子就泡汤了 其实没有泡汤 其实没有泡汤 现在说泡汤是太早了 这个法国在抗议 那这个事情的第一 基本的层面是澳洲美英要跟澳洲分享核潜艇的技术 那么 那么现在当然具体的技术方案 具体当然还没出来 我相信还未来还在讨论 但是基本上我们猜想的是 我们看推特以及相关的人士在透露的消息 基本上这是一个 未来是以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攻击级核潜艇为蓝本 然后也许会采取分段走的方式 慢慢的帮助澳洲澳大利亚建立自己来自建造 但一开始不会由澳洲自己建造 一开始可能还是在 要么在英国 要么在美国来建造 然后先武装澳大利亚 然后慢慢的来帮助澳大利亚自己来 来组装 来让进口相关的散建 而且这个潜艇的具体的结构 它的艇级虽然是以弗吉尼亚级为蓝本 但不会完全的超 但是可能会保留弗吉尼亚 说有的 因为现在已经看到的保留它 比如说16枚的战斧的巡航导弹 那么这是非常 这其实是法国的这个柴油潜艇 所无法满足提供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战斧导弹的能力对澳洲来讲 对澳洲的战略能力来讲 那么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北京最害怕最担心的 那其次是那么这个总的交货 总的完成部署 要在2030年代中期之前完成 那这要比法国整个12艘 残油舰艇在2050年代才能交付完成 要提早了20年 这是我们知道澳洲很不满 要撕毁协议从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那么那就是说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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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的一个技术的战略性的问题 那么澳洲 我相信它获得的这个艇的规模 大概现在各界说法不一 我们现在都看不到 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准确的协议 所规定的东西 因为这个防务协议 其实是以核潜艇为中心 但其实还包括其他的AI等等 先进的机制技术 战场管理等等等等 现在吴强博士的信号又不是那么好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子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吴强博士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吗 吴强博士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好吧 今天我们的节目看样子现在连线有一点困难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就今天到这个地方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另外请大家别忘了 明镜电视吴强博士正在举讲 一个政治学的基础理论 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 哇 有了这些基础的理论 以后讨论问题 就不至于那么没有ABC的意识了 没有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了 这也是明镜最近一段时间 改版的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像我们这些有思想的 有真正有研究的 像吴强博士这样 就是我很尊重的学者 能够上我们的平台 不过好像吴强博士回来了 我去碰你 对我回来了 OK 你最后几句话你讲完 谢谢 对 没有几句 其实还有蛮多要讲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巨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艇 实际上是英美在分享这些技术 英国可能是以基敏级的核潜艇 作为蓝本来分享 比如说英国的核反应堆 所以现在具体的技术参数 我们不了解 但是也许是以基敏级的核反应堆 洛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核反应堆为蓝本 或者是以现在的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 核反应堆为蓝本来设计来装备 那么如果是洛尔斯罗伊斯 罗洛尔斯罗伊斯罗洛尔斯 劳斯莱斯加入的话 就是劳斯莱斯未来在中国 它的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可能会被中国制裁 所以这其实未来的这种潜在的效应是很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 澳洲它用核潜艇来代替裁电潜艇 到整个太平洋 包括特别是南中中海地区来执勤 意味着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它意味着核潜艇在水下 能够连续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巡逻值班 裁电潜艇 这法国的这个裁电潜艇 他说实话 他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两周 有人说11天最长 按照澳洲人民的这种牛一样的一个精神 真的持续两周 我觉得是到顶头了 那么那是我们就意味着就知道 那这个协议意味着实际上是要把澳洲作为前沿存在 前沿存在 这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 现在是让澳洲来扮演在南中国海 以及西太平洋的一个配合的前沿存在的角色 是通过给它核潜艇来完成配合 但法国方面我相信 不会完全的失望 法国的报价太高了 一条艇要50亿美元 那么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 澳洲也许还会砍掉订单 12条比如说砍成剩下6条 6条变成6条核潜艇 6条的裁电潜艇 因为法国的裁电潜艇的报价 其实跟一条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的报价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出于保持法国 安抚法国 保持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战略的需要的话 也许会把这订单砍一半 所以最后说解答欢喜 那么在这意义上讲 最重要的是最后的我想谈的 我们其实无法用 我们用或者说永远未来要谈的问题 就南中国海的水下较量 如果澳洲用核潜艇 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 用它的这个基于弗吉尼亚级 或者基敏级的核潜艇的技术的核潜艇 在南中国海定期值班 两条艇在那边值班的话 那么这实际上是中国 我们不说太多 至少是中国过去的核战略 过去的南中国海战略 过去的台湾海峡的战略 所没有考虑到的 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变化 那么南中国海就变成一个大锅 变成一个大锅 这个大锅是卡普兰 他曾经有本书 就是南海就是一个大锅 那么这个大锅 实际上它是援引 这个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苏联的四条 湖布潜艇 当时是常规潜艇 在美军 美国海军的这个多重的压力之下 被迫扶出海面 然后他一扶出海面 看到的是在半夜 扶出海面所看到的是周围 被美国海军的水面舰只包围 灯光的包围 然后他感觉整个加勒比海 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麻维沼海 我们知道麻维沼海 还是世界上鳗鱼的故乡出生地 这些湖布潜艇在麻维沼海浮出 感觉像在一个大锅里头 实际上就是带宰的羔羊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南春海未来的图景 现在我们明镜电视 我们在新加坡设立了我们新的一个据点 请了一位在美国受了专业训练 然后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位自身的媒体人 其实也是我以前的同事 刘萍的同事 我们正在对亚洲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在做比较细致的访问 或者是比较细时的分析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新加坡 做了菲律宾 做了越南 做了这三个国家 我相信未来的国家好像也大体差不多 给我一个笼统的感觉就是 好像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是把美国当成保卫客 但是把中国还是当成生产客 好像两臂都完全不敢得罪 好像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 那么图形出来 好像比欧洲其他国家还那么厉害 我始终是一个没有想清楚 对 这个问题很好 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 我相信观众也不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们只能有很多的想法和猜想 那么澳洲是五眼联盟其中之一 澳洲也扮演 我们知道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澳洲其实都在欧洲战场 发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么英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 它逐渐的退出东南亚之后 那么澳洲实际上在扮演的 英国的继承人的角色 这是外界所忽略的 澳洲这个角色 这种跟英国的这种 我们知道它是领地 那实际上在军事意义上 它实际上起的一个监管人的角色 这监管人角色是相当个人化的 相当的私密的 这种个人化甚至是在 只是在军官 只是在政客之间口口相传 以政治遗嘱的方式 或者说以这种 以这种密而不宣的 各种被忘录的方式 在一代一代的传承 澳洲历史上 在东南亚的民主改革 转型变化当中 实际上是起了相当负面的角色 他有在印尼的历次的 这种这种 在Estimo 还有在很多这些问题上 他的角色就明明不光彩 但是澳洲实际上在接管英国 当年从香港到马六甲到海峡 到甚至是 Estimo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些地方的这么一个监管人的角色 地区安全维护者的角色 这个是外界对冷战历史 以及冷战前的20世纪上半年历史 所不了解的 就是澳洲的政客们 他的这种战略上的认同 和他传统的对英国的这些 这种关系 其实是非常紧密 然后我们现在谈的所有问题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反复的谈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我们知道澳洲是太平洋战争的 一个主要的参与者 和主要的一个牺牲者 拉布尔 我们知道离澳洲是很近的 什么当年有十万的日本士兵在那里 然后一直到四五年的战后 澳洲是两线作战 那么在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可能到来就是中美之间的对峙 围绕着台湾 围绕南中美海中对峙 通突到来的时候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 在贸易在很多方面 对澳洲发起了一个叫做火力侦查 那这些火力侦查 已经在把中澳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化 贸易战以及其他的方式 越来越紧张化 那么对于澳洲来讲 太平洋 他希望他是作为一种双红角色 一方面 他是传统的五眼联盟 作为一个西方国家 另外方面他是希望 是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被接纳 而且至少能够发出平等的声音 但是太平洋国家目前是处在一个 我们刚说东南亚国家 比如东盟十国 以及像那些 等等其他之外的 伊斯汀茂等等 还包括日本日韩 这种东北亚国家 现在处在被中国的 这种尴尬的关系当中 那么澳洲在太平洋国家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来讲 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孤立的 一个方面 那么澳洲 实际上是有种受辱感 对政客来讲 我个人 比如说跟他的前总理 前首前总理陆克文 我们在清华 曾经在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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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灾的这些会议室里头 我们一起聊天 谈话 然后当年就是对中国 北京是多么的友好 那现在他对北京的批评 就像他留的大胡子一样 其实都是北京的政客 所很难想象的 所以澳洲的政客 他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受辱感 这种受辱感 某种意义上讲 不亚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美国的政客 比如说赫尔国务卿 他面对野村这种受辱感 就是这种受辱感 对政客来讲 这种受辱感很强烈的 这然后更不用说中国对澳洲的这种控制 这种控制是从酒庄到到买房子到大规模的移民 以及这个中国试图推当地的华人来影响当地的选举 影响当地的媒体 影响当地的大学等等等等 包括逮捕这个这个杨恒军 杨军 成磊 然后给澳洲造成的这些困扰 你就是澳洲就把一个这种实际上是全球化体系的边缘的一个国家 现在拉到了一个中心 在这意义上讲 他现在是不自觉的被卷入到一个全球化冲突的中心 卷入到西太平洋冲突的中心 卷入到中国和整个民主世界能够对抗的一个前沿 那么按照美国的前沿存在的战略 美国我们知道太平洋战争的前沿是夏威夷 是火轮努努是中土岛 那现在的前沿实际上就是南中中海的延伸澳洲 这个是所以这是澳洲的地缘政治意义上所决定的 他在作为前沿然后承担起他现在必须承担的 而且是被中国所刺激所引起的必须承担的这种角色 我相信这是几个就是我们说的新的地缘政治 把澳洲卷入到他作为一个前沿国家的存在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在这意义上讲 法国那套那些600亿美元的12条裁天潜艇 真的是太慢太笨太小太不堪使用 抛弃他是各国实际上是对南中海未来可能爆发冲突 需要一个前沿存在 而且前沿存在美国自己也不足 英国更不用说这个这个 然后需要澳洲来扮演一个积极的 长期的前沿存在角色所必然的 而且围绕着核潜艇未来在空中其他的AI等等等等的这种军事 的对峙其实都是由澳洲越来越多的来扮演 所以未来澳洲的华人澳洲的经济澳洲的矿产 矿产资源甚至澳洲的龙虾可能在 未来的中澳关系未来的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当中都会越来越频繁 澳洲2000多万人的一个巨大的荒漠的大陆 正是他的这种前沿的这种意义地带 其实现在回到太平洋战争时代 就像日本当年就像澳洲现在当年曾经面临的可能会被日本 入侵的这种可能性 这是这就是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个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不得不一步一步的往南进南进南进 现在实际上是战略上南进把澳洲迁进来 然后把澳洲弄的是北进北进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昌博士 我现在很多的节目都不再参与制作了 但是吴昌博士的节目还是我尽可能地坚持下来 能够访问吴昌博士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节目中间 我觉得只有听得分 受益很多 吴昌博士有一个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的 这么一个讲座在明镜电视频道里面播出来 那么这个节目我相信十年以后 大家还是可以来看 原因很简单 那是表现了一个中国政治学者的一个思辨力 那么这种思辨力恰恰是我们现在的 在中文社区比较缺乏的一种思考能力 这些事情我们通过吴昌博士的节目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思辨力 我觉得一个国家只要是有一批人 还是在愿意思考 而且是正当地思考 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包括今天世界的局势一样的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美国也一样 欧洲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美国我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些有思辨力的思想者 在批评美国 在分析美国 在前早出路 中国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平台 多一点像吴昌博士这样的人 所以因为吴昌博士的这样一个节目 使我得到了一个启发 或者是启发之意 明镜现在邀请了一大批 我基本上说尽可能尽可能 是接受到西方随时训练的人 那都不是学位的人 虽然我没有 所以我只能扮演这个技术的角色 你看吴昌博士 因为以前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 我就拿明镜的这个 进报明镜的刊物在读 何总林谦虚了 人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希望一个有思辨力的电视平台 在未来几个月能够继续延持下去 而且大大的拉开自媒体的距离 我们让专业的精神 重新回到媒体的平台 而不是任何一个人 发一通言 讲一通话 把我们应有的一些严肃的思考给破坏掉 所以请大家去看明镜电视的吴昌博士的讲座 今天非常感谢吴昌博士 我们下个星期见 再见 好 再见 和平再见 各位观众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小铆订阅